同样也是可爱度破表的黄色小鸭将在高雄陪大家度过中秋 小鸭昨天抢先曝光 7分钟的充气瞬间长大 让鸭迷们大饱眼福 不过呢小鸭目前是暂时消气了 等到中秋节当天会正式和大家见面 预计黄色小鸭会在高雄停留23天 将会带来至少10亿的商机 高18公尺的黄色小鸭 缓缓地游到光荣码头 虽然只是测试阶段 但超可爱的模样 早已吸引许多民众围观拍照 刚好路过看到它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就是以全身黄色鸭子装扮 为台湾为高雄一切是小鸭 不管是从高空鸟看还是近距离观赏 各种不同的美感都很吸睛 中秋连续四天假期 刚好是黄色小鸭到高雄的时间点 人潮涌入高雄饭店也把握商机 推出的小鸭餐小鸭蛋糕 还是能看到码头的房间 几乎都被订光光 而小鸭停留的光荣码头 也会有120个摊位进驻 到时肯定热闹滚滚 估计小鸭可为摊贩带来六千万商机 旅行社也加码推出小鸭团 大家都摩拳擦掌 要趁着小鸭灯台 抢客员赚黄鸭台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